在我记忆里,我的妹妹从出生起,就住进了当地的儿童,后来大概每个月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在挂水,或者是咳嗽或者是发伤,医生说是支援体感染,是先天的问题,没办法,每个月高伤,咳嗽,挂水,也是必须的。 每次去挂水之前,她都是玩着玩着被拽抖的,挂水回来好像还是可以继续拿起自制的武器追着我把闹,就好像只是去逛了一圈,除了吃饭的时候不吃饭,喜欢在凳子上聊来聊去,活力阴神,睡眠,踏遍,都好像没有因为挂水过多的影响,身高体重也还不错,现在想来那么多年的吊停和吸妖打进去, 还可以保持每次都是高伤,性格上还活泼开朗,那些年家里的快乐气氛都是因为她的小,中医的话叫杨气族,正气族,简单的说就是生命力很强,发烧排含,咳嗽排含,也都她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展现生命的火花,妹妹的状况一直是持续到了八九岁,当时也不了解任何中医,至于是怎么好的, 父亲总结说,主要是少吃鸡蛋,家里当年因为条件不好,没有经常吃花,吃零食的习惯,鸡蛋就作为最好的营养品,然后,就是带出去跑,说只原体感染好不了没办法,也被她跑好了,现在她十九岁了,一米七的身高,很结实,九月半上了重点大学, 所以当我们因为孩子的身体状况一筹默胆的时候,必须要要相信,每个孩子的生命力,也都是可以为自己的身体努力的,要看情况,正气族的孩子可能不太有关系,正气不足的孩子可能就有关系,会造成相对比较失寒的情况,容易感冒,消化不好,食欲不好,睡眠不好, 大便肠气不好,握米性疾病反复,哮喘,生长发育不好,胆小泄落,尿床之类,而正气族和什么有关系呢?和是否合适的胃量有关,和良好的睡眠有关,比如早睡早起,喝少看电视有关,和大自然倾听有关,和父母的身体健康有关,和家庭氛围,父母的性情,孩子的性情有关, 和保持善良,感恩的心有关,总的来说分为外在和内在,所处的环境,生活习惯,吃下去都喝下去,都是身体需要的,而且是不制造麻烦的,睡觉和劳索娱乐,顺应生命成长需要,脾胃就会高兴,气血供应就很畅通,这是外在可以调节的,但是如果外在的没有调节好,那么尽量的做到友善,感恩, 利他,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气血较为通畅,可以给到我们的身体非常好的防护力,也就是动气,无论过度是不是有影响,在时间长河之中,都是很小的一部分,而我们总是会有机会可以重建生命的节奏,我们也有很多办法可以让身体来到一种相对舒适的可能性里面, 这样,我们就可以把过度的包袱放下来,无论发生过什么,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能力把它们翻过去,无论是因为什么造成的脾胃虚寒都可以这么做,从中医一角度上来讲,虚寒分为虚和寒两个部分,一个是虚,就是该有的东西没有,一个是寒,就是继续循环的能力不足, 从生活上,我们可以避免的,生的,凉的,寒的,难香化的,会给我们造成麻烦的,去做节制,总方面,自己可以判断是寒为主的问题,那么寒凉药,抗生素,激素,抑止神经的药物尽可能的去避免使用,当然如果是确实有局部热症,在信任的医生指导下,也可以使用小部分寒凉药物的, 比如鸡石用的宝盒碗里面的连桥,用起来就是合适的,用鸡石的先进口小鸡石,打通通道,它便不通,干凉,嘴巴丑,睡觉翻来翻去,舌太很厚腻,甚至很晃,几口肉类,蛋奶,水果,零食,油炸的,便宜的,老老实实的喝几天稀饭,可以搭配蔬菜馒头,等到便通了,睡觉好了再慢慢加 回去,平时总爱及时的可以参考反馈时喂养,不消化了也少吃,没有及时的就经常让肚子暖起来,最简单的就是揉肚子,顺时针揉肚子,或者用热水带热敷肚子,睡前做可以帮助睡得更好,效果更好的是抬起按摩,睡着的时候,手掌贴着孩子肚子的呼吸起伏, 手心对着孩子的肚脚,手脚和肚皮之间,没有冲撞和阻力,像口香糖一样粘在一起,这个是公正的原理,把元气补进去,增强脏腑的运动,专心的做可以感受到孩子肚子里的动静,有的是泡泡,有的是放屁,有的会咕噜噜响,不用辩证,每天都可以做半个小时, 是的,人生气的时候脾胃会虚寒,所以太紧按摩,调节情绪也很管用,还有就是拿怀醒齐贴,这是一个到家的万用秘方,花脚,桂圆肉,暗容三种,都是温热的东西,肚脐的吸收能力很好,晚上睡觉的时候放满肚脐,早上取下来,如果有热症上火的情况不能用,如果用了容易上火需要暂停, 也可以用一天停一天,具体的可以自己调节,有人用了会拉吸,流鼻气,是正常的排寒,经常让脚暖起来,足补的血位很多,泡脚是个很方便的调理方法,睡前用大叶煮水泡脚,稍微烫一点,泡到微微出汗就可以停,否则会伤心夜,脚暖起来的时候身体的气渗循环会更畅通,对于睡眠不好的人有用, 对于风寒感冒,和皮微虚寒也有调理效果,除此还可以选择隔三差五的爱有肚脐,隔三差五的捏脐,没有热症的情况就可以做,以上说的大人小孩都可以这么干,原理上都是帮助身体,自己去寻找力量自愈,有人说胃养不能达到这个要求,那你就让他跑,去自然里跑最好, 在山坡上,树林里,草坪上,公园里,自然里的土木之气,可以滋养我们的疲惫,李欣老师说过,在大自然里待着,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大补,如果是在条件不允许,在楼下,院子里也可以,我们专注地看着他,照射给孩子们的爱也很自然, 有人说调理方法上效果进展不好,那你也让他跑,跑步或其他的运动,可以帮助身体的积血循环更加畅通,虚寒的可以帮助身体热起来,提升阳气,而小的可以提高勇气,身体里有弹瘾,有机制的,长期大便不好生长不好的,运动可以提高代谢的速度,帮助清理这些垃圾,有人说,因为孩子变得敏感脆, 对弱,那你可以和他一起跑,只要你动起来,我们容易敏感焦虑和身体承受着非常繁杂的生活压力有关,动起来是很好的代谢掉负面信息的方式,当我们发现负面信息代谢掉的时候,身体和情绪会一起好起来,总的来说,可以一切神经病,不用辩证,人人有效,想起电影《阿甘正传》里面的妈妈告诉阿, You are no different than anybody else 意思是,你和别人没有任何的不同,送给每个正在经历困难的你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